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澳财手提说 在过去的这一周之内呢 又有非常多的一些主要的国家呢 进行了加息的操作 那么除了我们知道的澳大利亚的央行 RBA呢 加息50个基点之外 还有很多央行呢 开始了快速加息 而且加息的程度呢 其实比RBA来的更加猛烈 比如说加拿大央行 加息百分之0.75% 欧洲央行加息百分之0.75% 英格兰央行很有可能也会加息百分之0.75% 而且呢 根据最新的美联储的一些说法呢 美国可能还会再加息百分之0.75% 那么这一连串的鹰派的操作呢 也使得市场呢 再次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我们知道在9月初以来呢 整个的全球的股市呢 又一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挫 很大程度上回吐了 8月份下的一个反弹 而在这个背后呢 更重要的是呢 非常多的经济体的 这个经济疲软态势开始不见的显现 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的GDP呢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呢 出现了负责奖 而大家GDP的最新公布的数据呢 也是连续两个季度呢 季度增长率呢 是不足1% 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两个地区吧 一个是欧洲 一个是中国 那么中国经济呢 目前也是比较疲软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呢 受到了连续的疫情打击之后呢 表现可以说是 比较的这个惨淡 同时呢 从中国央行多次的开始 降气的操作来看呢 中国也是比较担心 目前中国经济都冒了这个问题 而另外一个很大的经济体 就是欧洲地区 那么整个的这个欧洲地区 是这一次受能源危机影响 最大的一方 也是能源价格涨得最快 甚至呢 可能通胀呢 也是表现最为糟糕的地区 那么未来前景呢 整体来看的不是特别的好 比如说呢 一些重要的一些国际的机构 MF呢就预测呢 在整个的今年的这一年当中 或者从今年到明年的过程当中呢 全球经济可能正遭受着 或者可能会出现 50年未见的一个最低的 全球整体经济分长速度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我们这么看待 未来的金融市场 我们知道目前正处于一个 加息的一个高峰 但是呢 事实上呢 如果大家更仔细的去看 全球的利率市场 去看全球的货币市场 会发现呢 绝大多数的这个机构 和绝大多数的市场参与主要 认为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了 加息的下半场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地点放回到澳大利亚的话呢 事实上就在上周呢 澳大利亚央行在加息之后呢 央行这个行长 Philip Lowy出来说话的时候呢 已经表达了两个观点 第一我们还会继续加息 第二 加息后续呢 会逐渐接近放缓 这样的一个步骤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的迹象 很有可能是这一轮的加息周期的加息的最高峰 同时也有可能 是这个周期当中的这个市场下跌的这个谷底 已经入不是特别的遥远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过去几次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啊 经济的这个出现的下滑 或者由于加息这个导致的一些市场下跌呢 平均每次市场下跌的时间呢 可能呢只有这个六个月左右啊 超过一年的并不多见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说我们只取过去两次和这一次加息周期比较类似的情况 就两次呢 是这个通胀过高引发加息周期所拉动的啊 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回调和市场的回调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这个市场下跌的周期呢 就更短 它基本上是在六到九个月的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这一次 这一轮如果我们从去年底到现在来这个这个计算的话呢 整个市场下跌的过程呢 已经超过了半年 也就是说啊 我们距离这一轮的回调结束的时间 可能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远啊 甚至呢 我们从某一些经济数据当中 这可以观察到 我们刚才说了 这次加息的核心的原因是为了抑制通胀 然而我们去看 由于加息和引发的经济的放缓呢 事实上有一些数据已经开始显现出 一些基础商品的价格开始回落了 在这个经年初的时候呢 能源和粮食价格曾经非常高 而再加上呢 疫情期间所引发的非常昂贵的物流和货益费用 但是呢 在过去的这两三个月之内当中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油价的明显的下滑 甚至呢 向这个全球的粮食价格 已经立刻下跌到这一人上涨之前的低位 甚至呢 是全球的这个货用的价格 我们取全球最重要的一条货用券 从东亚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航用的话呢 一个这个贵 也就是一个集装箱的价格呢 在高峰时期曾经达到过 16000到18000一个贵的价格 目前这个贵的价格呢 已经跌到了这个两三千的价格 那么这个距离疫情爆发前 这个价格里面不是那么遥远 那么只要通胀在今年下半日到明年初 开始有逐渐回落的迹象情况下呢 各大央行的加息的部网呢 也会这个逐渐的放缓 所以呢 综合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实 和这样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呢 目前正处于一个市场信心最糟糕的时候 但是呢 我们可能距离谷底呢 不是那么的遥远了 从历史经验来说呢 在这个时间阶段呢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呢 反而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机会 那么从历史上这个总体的市场走势来看 比如说我们取最重要的北美市场 标普500的指数 那么标普500指数呢 自从这个有这个指数以来呢 平均的年化回报率大概在21亿左右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只取每次大的危机之后 市场的这个第一波反弹的话呢 一开始这一到两年的反弹 甚至两到三年的反弹呢 平均年化回报率呢 可以高达30% 那么这个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有大量的这个估值 被严重低估的资产呢 在这个时候呢 会是一些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 那么如果我们又把这个呢 放到比如说像这个 澳洲市场和美国市场来合并 来看的话呢 会发现那些在市场下跌初期 跌得最惨的行业 往往是一些高增涨的 比如说科技类股 那么这次也是这样 但是呢 那些跌得最快的行业呢 同时它也有可能是 在市场恢复的过程当中呢 涨得最快这样的一些行业 所以呢 在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呢 如果大家去看到 有通胀不见放缓的事的话呢 反而是可以去看那些 估值呢 被压得非常低 但是本身质量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 或者机会 事实上是可能在未来的 三到六个月当中 逐渐逐渐会浮现出 比较好的 入市的投资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结论呢 是目前全球经济呢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放缓的趋势 金融市场呢 依然在遭受着 加息的折磨 那么这个加息呢 不可能立刻结束 可能起码还有三到六个月 但是呢 从所有的市场经验 尤其金融市场呢 往往是走在实体经济之前的 因此呢 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 或者加息周期结束的那一刻呢 就是金融市场 已经开始反弹的时候 而从意识经验来看呢 如果在短期之内 市场遭受严重的抛压 严重的比较大幅度下跌之后呢 反而可能会是 历史上某一个时期当中呢 比较好的入市的机会 投入之后的回报 可能会更高一些 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呢 国王澳财呢 本身呢 最近呢 也这个推出了 一个最新的澳大利亚的财报 及的报告 这里面呢 也从这些角度呢 给大家去分析和关注 在目前的恒光环境下呢 什么样的行业 什么样的公司呢 是风险高的 大家要避免 同时呢 在什么样的一些 其他的行业当中呢 有可以选择一些防御情报的 或者呢 在未来几年当中 有比较强的增长 前景的 这样的一些投资机会 那么危机当中呢 它有危呢 也永远有机 所以呢 我们这期节目呢 是想给大家呢 带来这样的一个新的思路 到这里为止呢 是我们今天节目的 所有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们以后的支持 同时呢 呼吁大家呢 继续为我们的频道 为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可以点赞 评论 转发和订阅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本次节目所讨论的内容 仅为一般信息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